大家好,又去到我们Excel第十三课 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个叫书楼分析表功能的东西 而这一课也是我们最后一课的Excel课堂 稍后我们就会去到数据库 相对地书楼分析表也是公开事件很重要,大家要留意 我们今天有两个课堂的目标 第一个课堂目标就是我们要认识书楼分析表的功能有什么用 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认识如何用书楼分析表 OK,好了 大家看看这里 书楼分析表的功能 书楼分析表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可以用来解数 建立一些责要 然后分析一些资料 又或者是去比较一些资料的趋势等等 都是那样东西,大家有个概念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示范 好了 你知道了,我 我原来一直都想开铺铛 真的是你老板 好了,解释我开了一间电脑公司 这里就是我用Excel去储存着一些电脑的产品 它当中有产品编号、产品资料、种类、供应商 单价、售价、存货量和存货位置 你看到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所以我们的存货位置也有很多 而另外因为本身 我不是一个很整齊的人 所以你看到 这里亦都是我的货是乱放的 好了 当然了,例如这个Hard disk Excelon的Hard disk450GB 你会看到它这里放在LG2 或者是 放在LG1 你会看到其实很困难去看 所以我这些学过电脑的人,我就会做一件事 把它打开 资料 然后 排序 选回我想按产品编号 然后然后按 处存货位置 去排序 确定 好了 那就排了出来,其实应该就解决到我的问题 不过问题就是 如果你幻想一下我的课越来越多 我现在只有31件货 但是如果我的课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想做一些分析就比较困难了 譬如 究竟我现在有多少个 我们叫做secondary storage 譬如Hard disk CD-worm 又或者我现在有多少个painter 有多少个painter 我们有多少个painter 我们比较困难去找 当然了,我不是,数很简单 这些是painter 我highlight它之后 看到是133个 又或者你醒目的 SUM 等于SUM 然后复回这些东西 然后Enter 133 当然是可以这样做 但也是那句 当资料复杂太多的时候 你就未必做到这样 那怎么办呢 不看贪贪 当然了,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帮忙去做 而这个就叫做书漏分析表 书漏分析表在我们Excel新版的位置里面 就在插入 接着就在第一个就叫书漏分析表 按下去了 好了,然后他就问你 你的范围在哪里,你的data在哪里 那你就整个固定了 那你怎么整个固定了 去到左上角这个位置 按一按,那就整个固定了 好了,接着之后你的书漏分析表放在哪里 好了,先放新表格 接着就确定 好了 我看看是什么ERROR 他说了 咦 不好意思啊 你的书漏分析表无效啊 原因是因为 你必须要有难位啊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想想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不能太贪心了 那我们就highlight 只是有难位这些 同学记住了 我们以往很多时候选择整个桌子 就是按这个然后做的 但是你发觉 原来是不得的 是书漏分析表 一定要选择一些有难位 即是有难名的东西 确定 这样就做到了 好了 你就会见到这个表格了 然后公开试就通常就叫你 究竟说哪些是放在难位 等等的地方 所以留意 我们书漏分析表有三个很重要的位置 当然有不止三个的,但我们通常 考试或者应用都是这三个 第一个叫做蓝蓝位 这个蓝 一个跨蓝的蓝 蓝蓝位 第二个 列蓝位 第三个 值 基本上如果我们做得书漏分析表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下这几个 好了,那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试下 任意 哎 3Style 先拉资料 我拉了 产品描述 我先拉到这里 拉到这里 你就见到全部列出来了 然后 我就拉单价 在这里 你又见到,这里有多一点东西 如果我单价拉到直的那里 你就见到这里有些不同的东西 好了 你见到操作就是很简单 就是选择了一些蓝位,把它搬到不同的地方 例如我拉到单价里等等 好了 操作是这么简单 但是实质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先用一个情景 先用一个情景 例如 我现在看下我一些货有多少件货 那我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想看下现在的货 有多少件货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选择的就是一些 产品编号或者产品描述 那我就先剩下产品描述 那你就会见到,嗯,我见到的货在这里 不同的货都在这里 不过 我没有 数量在这里 那哪里有数量啊 哦,存货量 我们就拉到直那里 直栏位 好了,那你就会见到 为什么会有一 两个呢?看看是否正确 可能是正确的 哦,看个Pinter A5Pinter Ever A5Pinter 咦 不是啊 我存货量明明是40 为什么是一来的? 另外,那好,看看另一个先 A6P,也是同一个Pinter型号 A6P,我有两个地方储存 Total应该是50件 在这里搜多少? 咦 搜两个而已,为什么呢? 好了,这个就是第3样东西要注意的 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拉什么来列颜位 第二样东西,我们要知道拉什么来列颜位 第三样东西是什么呢? 我究竟拉完直之后,这里究竟用什么的减数 现在在做这个减数叫做 总算计数 意思是说我数一下A5 Ever A5出现多少次 出现一次 因为我只是DECOBECORD A6P,因为有两个地方储存 所以出现两次 但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只想把存货量加 所以我们就用加总 你就看到了,它會自己幫我列出來 看完究竟有多少不同項目,有多少存貨量 到這裏我想再說一次 第一,我們要知道有什麼列在列藍位 通常就是我們想顯示的東西 有什麼在直藍位,譬如我們這次想統計的數量 貨物的數量,那就丟數量下去 丟完數量下去的時候,記住你需要選的是鹹數 很多同學都能踏到列藍位和直藍位 但是藍位的鹹數通常都忘記了 這次我們由項目過數,即計數 count,c-o-u-n-t,變成加總sum 我將它的存貨量加起來顯示 我可以做平均值,找到最大值最小值都可以 一般來說考試,我們會考這五個 成績、數字、項目過數等等 標準他,我們就很少會考 亦日常生活很少會用 所以我們專注在這裏 好了 到這裏了 即是說,如果我想找每一件貨 不管地方,知道有多少存貨量 我就會把產品描述在這裏 然後這個值就會拉存貨量下去 然後值的鹹數就改成加總 但是我很貪心 我想知道雖然現在存貨量,我知道總共40 但它分別放在甚麼位置 我們怎樣做呢?我們可以試一下 只有幾個地方拉 我試一下拉去列藍位 如果你拉去列藍位的時候,你會見到一件事 偏坦名,總數是多少 分別有甚麼地方去顯示 偏坦名,總數是多少 分別在甚麼地方顯示 如此類推 即是說,如果我們想知道更多資訊 我們可以拉去列藍位 那裏去看 如果自己私人用的時候,其實分別不大 但如果題目給了你的格式,你就要跟著 但題目的不是這樣的格式 題目的格式 儲存位置是放在這裏 那怎麼辦呢? 好了,我們就把儲存位置拉到欄欄位 欄欄位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上面這個位置 如果你看到上面有些資料的話 我們就拉回相應的資料在欄欄位 好了,我們又看看 A6這個printl,放在L2 以及放在UG1 總共有50件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書楼分析表的做法 當然甚至乎你可以複雜到 嗯,我拉在一個篩選 然後在這裏,我只在這次看 記憶看Memory 它就只是說Memory 噢,我不是了,我這次要看完全部 那你就輸了全部出來 好了,即是說 我總結今天所說的事 第一件事,書楼分析表是幫助我們 可以去到計算 建立一些摘要 剛才說一些英文叫Summary 一些摘要,去幫助我們分析 從希望當中看到一些趨勢 或者一些模式 實際應用的時候,我們必須要一個很大的表 或者一個表格 加上很多data 然後我們按插入 書楼分析表 就會去到這個版面 去到這個版面 好了,我先拿走 讓大家看到,去到這個版面 然後看回題目 如果題目是用文字描述的 理解文字描述 題目是給你一個圖的 那就麻煩你撿回一個圖 例如你看到,旁邊這裡是一些 產品名稱 你就把這個產品描述 拉到列藍位 就會在這裡 上面是一些供應商的名字 你就把這個拉到這裡 中間這個位置 寫著價錢的單價 拉到價錢進去 好了 拉完價錢進去的時候,你會發覺 鹹數對不對 不對啊 我不是想數一下有幾個出現 我是想知道 究竟是 多少錢 那你這裡 就要去 做回了 譬如說我選平均值 你見到350 這個就580元 看看是不是 AP6 580元 你見到 當然在考試來說 題目要求你什麼 按個圖 去拉一些畫面 然後 去選函數 這個就是樞紐分析表 希望大家就很好把握 掌握到這個東西 今天就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